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 叫小小格斗式 这是一款横板动作类游戏 在游戏中玩家将要完成制定自己的角色 选择自己的战斗装备和参与热血的角斗场竞技中 我们将会在游戏中与各种不同的对手进行战斗 提升角色的等级 击败所有的劲敌 我们要在这个角度上成为一个传奇 现在我们正式来到游戏里 我们的角度是一个重击 就把对方直接砍倒 这样在第一回合内我们就完成了胜利 现在来到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对方出现的是一个裤头面具 带着一个兽脚 看的是非常凶猛啊 而且个头是非常之高 上来就把我们直接砍掉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开场动画 开场动画之后我们会进入真正的游戏 游戏广场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来到了选择界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我们所喜欢的角色 看来我们还是选第二个吧 因为第二个还是比较帅的 选完人物之后 我们正式来到第一关 在这一关里呢 我们的人物因为没有一些装备 只能打一个木叉 还有个木头和对方进行作战 我们的左手控制人物的前进和倒队 右手控制人物的攻击 还有翻轮跳跃 在这些操作之下 我们的角度士已经把对方打到残血 估计再有几个回合就会被我们直接击倒 第一关就这样被我们直接打掉 打掉之后我们得到了三颗星 而且得到了很多的金币 现在来到游戏的第二关 看看第二关会是什么样的对手呢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手游酷玩 在第二关 对手用了一个长矛 这样他的攻击范围就扩大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手里有个盾 这样可以阻碍一些他的攻击 在我们角度士的攻击之下 他的血条已经见底了 估计他坚持不到多久了 我们找好机会 最后一击 果然在这一击之后 他就被我们直接打倒 我们就顺利过关 在这一关我们也得到了三颗星 而且还得到了15个金币 这些金币可以被我们的人物进行升级 还有购买装备 现在来到游戏的第三关 在第三关给我们很多的物品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人物进行升级 现在出现了五个木箱 打开之后看看得到了什么装备 得到了一把大剑 这是我们第一个装备 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它 对方出现了是个匕首盗贼 无计他的攻击速度是非常快 我们只用某大剑继续一次攻击 而且他的攻击伤害也非常高 我们的角度士找好机会 回手就是一剑直接把他打倒 这样我们在这一回合里头我们就顺利过关 得到了很多的金币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的下一关 第四关 第四关又是什么样的对手 看来还是这个盗贼呀 我们继续把他打掉 因为我们大剑的威力还是比较厉害的 上去一顿连砍 连砍之后他的血条几乎见底 最后一剑 直接把他打掉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为我们进行留言 留言后我们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